75年来 中国在科技 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时瞩目的成就 由南亚网络电视和尼中媒体论坛主办的第三届中尼媒体峰会 26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隆重召开 此次峰会吸引了来自中尼两国众多媒体界的精英代表 政府官员 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尼媒体合作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为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发展 促进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 同时 本资峰会也成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 尼泊尔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 普里蒂维 苏巴古龙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 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中心总书记Dev Gurung 尼泊尔驻中国前大使 贝斯鲁·普克什塔 尼泊尔国家旅游委部主席Ramprasad Subquota 尼中媒体论坛主席 人民信仰之家 报创始人柯绍 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会长朱庆军 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部会长古英明 以及新华社 中央电视总台 西藏传媒等中国驻尼机构 尼泊尔国家通讯社 尼泊尔国家电视台等六十余家媒体代表 近二百多人参加峰会 众多媒体代表的齐居一堂 为中尼媒体之间的深度交流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媒体涵盖了两国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的媒体机构 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有着广泛的受众群体 这也意味着本次峰会将有机会影响到众多中尼民众 进而推动两国间的相互了解 文化交流 以及全方位的合作 峰会现场 气氛热烈而庄重 尼中媒体论坛主席柯绍先生 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柯绍先生强调了中尼媒体合作的重要性 他指出 媒体是连接两国人民的桥梁和纽带 通过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可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希望中尼两国媒体能够在新媒体时代继续加强合作 共同为推动中 你友好关系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在致辞中 赞扬了中尼两国在媒体领域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强调了媒体合作在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意义 他指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中尼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 希望两国媒体能够以此次峰会为契机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创新合作方式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真实 客观 全面的信息 为中尼友好合作 营造更加良好的娱乐环境 大使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辉煌历程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封闭落后到全面开放 中国在经济 科技 文化等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尼泊尔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 普里提为苏巴古龙先生发表致词 古龙先生强调了媒体在促进国家发展 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他表示 尼泊尔政府高度重视媒体的发展 将继续为媒体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 他对中尼两国媒体峰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希望中尼两国媒体能够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开幕式后 现场播放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恭贺视频 视频中来自尼泊尔政界 商界 文化界 媒体 及社会各界的杰出代表透过镜头 深情地传递对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诚挚祝福 与无限期许 峰会期间 由尼泊尔英华学校和中国教育自愿者之家 献上三个暖场节目 异曲激昂的天佑中华响起 歌声回荡在整个会场 传递出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美好祝愿 随后 施朗诵祖国诵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朗诵者们用饱含深情的声音 歌颂了祖国75年来的伟大征程和辉煌成就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而当尼泊尔学生合唱 我爱你中国时 全场掌声没动 这些可爱的学生们 用纯真的歌声 表达了对中国的喜爱和敬意 也展现了中尼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此次由南亚网络电视和尼中 媒体论坛主办的第三届中尼媒体峰会的成功召开 为中尼两国媒体合作 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明确了未来合作的方向和重点 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 将以此次峰会为契机 加强交流与合作 共同为推动中尼友好关系发展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 贡献力量 相信在中尼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下 中尼媒体合作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中尼两国媒体峰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为两国媒体合作 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光彩 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尼友谊长存 祝愿中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去又到新省市兹庄 要 Diskuss 期间 有些通风格 參げ快速 两国媒体合作 闧 去年邮 斡基地区和音乐 入隔 杨栅栅栅核